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宁剑成丝之术 一般灵气根本无法阻挡 叶琴苍手上的难道是上品灵气 不 真是上品灵气 叶琴苍你运气不错 不过就在你有上品灵气又能奈我何 去 这么一下 真的我手脚发芒 真武三十六式 第十九式 牵连滑 奇怪 以我牵连滑的一击应该直接将他打爆才对 但刚才打在他胸前的时候感觉不对 难道是护身灵甲 陈北轩 你是地仙之体 我也是 你有宝物 我也有 我诸多仙法 我更有整个华夏的秘术 我还比你多了个人仙境界 你怎么会是我的对手 仙天之体 仙天境界加仙天之力三者合一 方可为仙天 你现在只差最后一个了 不过 就算真正的地仙来 也不是我的对手 今天就让你看看 地仙之体也有高下之分 血 血 血沾沙唇 血沾沙唇 该死的 大家都是地仙包体 怎么他比我强这么多 我说了 你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修仙 五行相生 雷法收鸟 听我号令 不好 是小五行神雷 给我开 叶擎沙没死啊 再来 能挡得住我的小五行神雷 看来你那件灵甲至少也是中品灵器啊 叶擎沙 你想借我道法天雷炼铁 从而突破地仙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能耐了 再开 太好了 再来 第三集 百年修炼 就在荆州 整座山都被炸平了 这是什么概念啊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叶擎沙死了吗 不 他赢了 我们要见证千百年来 最伟大的神迹 苦袖百年 终于踏出这一步 哈哈哈哈 我在修炼以来 已有一百零三年 不敢有丝毫懈怠 大小三百余战 浴血而行 但距离地仙 始终有半步之遥 这半步 就是天欠 如果没有刚才道友相助 恐怕我这辈子 都没法迈出这一步 你能借此蜕变 是你的机缘 更是你的天赋 无需谢我 话虽如此 但道友与我有恩 我会一直铭记 不过道友 还要再站下去吗 我现在进入地仙 对你身上的真气法力 精神力和保体都一览无疑 道友只缺最后一个地仙之境 何不等几年再站 我的能耐与志向 你不会懂得 我若愿意 随时可成原因 但那个没意义 要知道万丈道基平地起 铁青苍 我敬你这位好姐 不过今天的比试 还没有结束呢 去 你要以凡人之身 来占我地仙 去天上 这里施斩不开 好 反正 挑成小技 顺为凡 逆成仙 陈记在操纵天帝之力中 迟早有一天 你也会被这天帝意志所同化 我被修士 当占天斗地 永不停歇 大言不惨 陈北玄 你对天帝万物缺乏敬畏之心 所以始终不能踏足地仙 你不信 我就打到你信 蓝天锤 李勇 我说了 帝仙的威能 是你永远没法想象的 再来 认输吧 败给帝仙 独算区 就凭你 叶青苍 你可能是地球上 第一个真正见识我真武仙宗瘸瘸的人 你当荣幸 神武神拳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新杀古编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彩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勾结了 别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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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